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的首府 也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 有着澳大利亚文化之都的美誉 它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亚拉河畔 皮林迷人的菲利普港湾 自然地理条件优越 景色宜泥 大墨尔本都市区 面积约993平方公里 人口约520万 这座城市不仅经济繁荣 更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 深厚的文化遗产 琳琅满目的美食天地 以及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的盛誉 墨尔本的城市绿地率高达40% 遍布的公园和绿地 让居民与游客 都能沉浸于宜人的自然环境中 这份独特的魅力 使得墨尔本常年稳居 全球最宜居城市榜单的牵连 吸引着无数人们 前来探索与体验 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潮 让墨尔本迅速膨胀 吸引无数国际移民 特别是华工群体 赢得了新金山的昵称 与北美洲的旧金山遥相呼应 时至今日 这里依然矗立着 众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瑰宝 他们与摩天大楼并肩而立 交织出一幅独特的历史 与现代交融的画卷 墨尔本汇聚了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其中不乏历史与科技并序的 墨尔本博物馆 以及典藏丰富的 维多利亚周历图书馆 古老而庄严 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 则以它多样化的艺术珍品 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在现代建筑群中 矗立的圣保罗大教堂 以其英式风情 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 而拥有百年历史的 弗林德街火车站 见证了无数人来往的匆匆步伐 霍西尔像 以其充满创意的涂鸦艺术 展现了城市的活力与自由精神 布莱顿海滩上 一排排色彩缤纷的小屋 点缀在细软的沙滩上 如同童话般绚丽 普分比例蒸汽小火车 则像是一张通往魔法世界的车票 带领乘客穿越回往昔的美好时光 沿着风景如画的大洋路 去车前行 沿途的海岸风光 让人心狂神意 仿佛每一帧都是自然精心布置的画卷 接下来请您欣赏墨尔本风景 大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